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他的問題就是這個旁邊是蘇格拉底 這個旁邊側邊的這個人 正常人是Chenophones 這個畫在梵蒂岡 梵蒂岡裡面的壁畫 拉法葉畫的壁畫 叫做School at Athens 這幅畫太屌了 我家裡有一副買來的複製品 但這幅畫非常大 非常震撼 是把所有的古代哲學家 全部畫在梵蒂岡的一個牆壁上 有含義的 讓大家自己好好努力賺錢到羅馬去 一定要到梵蒂岡裡面去看一下這幅壁畫 那柏拉圖的問題很清楚 柏拉圖的問題是我們講得豪邁一點 奇怪了 這些人可以擁有亂講話的權利 但這個世界不是亂構成的 世界是亂構成的嗎? 胡亂構成的嗎? 你們沒有見過什麼叫混亂? 我這個年齡出生的時候 我真的見過什麼叫混亂? 昨天過完雙十節我真是感慨萬千 真是感慨萬千 我不曉得為什麼這個年齡得到了強抑症 我覺得哪一天開始全家 哪一年的雙十節開始家家戶戶要掛國旗 我都記得很清楚 不是強迫的 不是強迫的 是沒有辦法移民的人都在掛國旗 共存亡的心理很強烈 因為我1960年生 1973年的話是退出聯合國 1978年是跟美國斷交 所以我都非常清楚 昨天雙十節剛好我有個輸出移民 我昨天把他送回飛機場上 心中充滿了嘲弄 這個是很遺憾 嘲弄自己也嘲弄他 就是逃難逃了一輩子 所以很感慨 這個混亂的話對柏拉圖來講 是很不爽的一件事情 柏拉圖喜歡有秩序 人的天性不喜歡混亂 你知道嗎? 不喜歡 大家喜歡日本 為什麼喜歡日本? 有秩序 知不知道日本人都假的 知不知道日本愛清潔、化妝、打扮什麼都假的 知不知道? 不知道 好好努力將來到日本講學 看看日本的真實面 領日本人的薪水 不要去花、去日本觀光 去領日本人的薪水 我領過 我領過 領日本人的薪水 他就對你很認真 那一切的整齊什麼各方面就是 就整個是壓抑出來的 為什麼? 因為日本知道這樣子 大家感覺到喜歡 Older、Older 就是大家喜歡秩序 像我們這個中國的儒家社會中 諸子自家、格言、黎明啟起、傻掃停廚 這種要要求 但有道家講說 我不穿衣服 天就是我的上衣 地就是我的下褲 沒差別 也有這種想法 所以在中國的社會比較屬於這種 屬於這種容易顛覆規範的社會 這是文化傳統 但是儒家社會再強調 你想到柏拉圖的時候 心裡一直要有這個疑惑 理學哪裡來的? 怎麼會有理學? 理學是不是就是君主專制的時代產生的 應運產生的一種配合的道理 那如果是的話 那柏拉圖思想哪裡來的? 然後基督教的思想、規範思想哪裡來的? 那這個世界上幹嘛要有規範? 幹嘛有人要管我? 這個算了 不要講太露骨 好 那柏拉圖的想法 大家很清楚了 大家非常清楚 就是秩序怎麼樣建立 怎麼樣建立秩序 怎麼樣不受壓制 那柏拉圖說 找出一些舉諸四海而皆準的標準 就是理的基礎 這東西存在哪裡? 存在世界嗎? 存在你身上嗎? 存在桌椅嗎? 格物置之有用嗎? 柏拉圖說存在思想裡 思想中的東西才有完美的東西 比如說圓形 你們學工程的圓形 應該知道圓形了 對不對? 如果學工程的圓形都不知道 那你是別的學校派來這裡當包婆隊的 那圓形的話呢? 圓形 現實中的圓有沒有可能完美的? 有沒有可能完美的? 你用眼神就好 學Hawking這樣子 扎眼 你不要講話 你真的不要講話 你完全沒有這個說話 扎眼 閉眼是yes 張開是no 現實中有沒有完美的圓形? 好 張開的 那這個畫出來的圓形 是不是就不是完美的? 思想中才有完美的form 形狀 對不對? 思想中才有的 你該不會也讀工程了吧? 就不像嘛 根本就不像 要說明什麼呢? 就是這個數字 你要講你學數學的 數學就是標準的形式知識 懂不懂? 知不知道什麼叫形式知識? 你知不知道什麼叫形式知識? 你那個推理 因為推理不會錯的 所以你那個推理不會錯的部分 跟現實社會整個分離了 所以我們講的形式知識 就是形式跟現實是分離的 比如說 比如說我先講說我們全班有 假如說我們班有70個人 那我們說我們班有70個人 那這個70個人每一個人非常不一樣 每一個人跟大千世界 每一個人好幾個無限多的大千世界 但是我說我70個人 那這個70是一個純粹形式的 這個形式化成 數學講的就是形式 所以可以假設這70個人都是一個人 叫做NTUS 就是NTU student 那少部分不在的話就是None 就是可以用形式來代表 但你會覺得說把我當成一個符號 那很遺憾 但是數學很厲害 數學非常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實不相瞞 我下面一個演講要講的是衍生性金融商品 那就是標準的數學 數學可以把所有有價值的東西透過量化 形式化的方式包裝起來 變成一個商品來販售 這個叫衍生性的 就Derivative講的就是數學裡面的公式 所衍生出來的東西 所以說這個形式化的東西可以被實體化 那在財經界是很有名的 但這不是我要講的 我要講的就是說 這種數學知識 這種在思想中才會出現的知識 這一種在世界中找不到 但是卻永遠對的推理知識 是柏拉圖認為知識的模範 我們現在有個專業字叫典範 大陸叫範式 強調的是這個意思 所以請同學們稍微注意一下 這樣子你就可以了解說 這個柏拉圖的問題 以及他解決問題的方式 我跟大家講一點印象比較深刻一點 但是其實有一點不好意思 就是1996年的時候有一個日本的 我一大早起來講這個題目 好像比較健康一點 但是有一個很有名的後來自殺的AV女優 叫範島愛 1996年的時候那個國際書展 我很喜歡去書展逛 因為我以前就是在書展打過工 我在比利時就在我喜歡到書展看書 我各式各樣的書都喜歡讀 然後就看金書展的時候看到一本書叫做柏拉圖的性愛 我一聽開玩笑 這是最重要的題目 就是這個是非常重要的題目 如果你讀過Simpulsion 你問我們書教就是說 他也知道這個柏拉圖在有一個叫響宴篇的章節裡面 談到這個愛跟性之間的關係 還有這個我們追求智慧怎麼樣 所以我一看到這個書名我就吸引過去 但是我突然發現我被吸引的觀眾 只有我一個人看起來比較理性 其他人都很感性 大部分都是8、7、8天沒睡覺的 那種年輕人那種宅男行的往前一路猛走 因為作者來了 因為作者來了 那作者就是我剛剛提到那位 死者為大 他已經自殺了 就不講了 所以我後來就很感慨講說 這個大家就是有一個嚴重的誤解 因為柏拉圖是強調思想 強調形式 強調舉出四海而皆正 因此他提到的愛、Eros 這個其實是一個哲學上很重要的一個討論 我覺得西方哲學、西方哲學最偉大的地方就在這裡 人家講題目是沒有限制的 而且一開始就是強調Eros這個字 後來基督教社會加了一些很多附帶不必要的條件 我們自己從來不討論性 我們不討論死 不討論這個人的欲 在這個中國哲學 我覺得這是一個遺憾 為什麼是一個遺憾呢? 就是因為你自己心裡已經有道德上的限制 已經有理了 所以才會有限制題目 那真正的偉大的哲學題目 就是在於人性中自然而然存在的部分 其中這種impulse沒有比性再強烈的 對不對? 所以說基於這個緣故 柏拉圖談到這個題目 那這個題目當中他談的性愛是完全是思想上的 完全是純形式的 完全是為了智慧可以不要的 可以不要這種感官的 肉體的 body and mind 身體的跟心靈的做了嚴格的區分 好 那這樣子的話 同學們大致上可以了解到說 柏拉圖思想的一個主要的一個部分是在哪裡 為什麼呢? 因為我接下來要講的東西就比較複雜了 就比較複雜 看看大家能不能夠聽得懂 如果說現在這個問題很清楚 對不對? 問題就是我們班上有人喜歡相對主義 那有人像你不是很喜歡相對主義 不是很喜歡 覺得為什麼不是很喜歡呢? 覺得說萬事萬物在這個校園內還是有一點規矩的 對不對?否則為什麼來到這裡呢? 既然來到這裡又要做出一副嬉皮的樣子 你為什麼不留在那種藏嬉皮的地方呢? 為什麼要到這種藏學士的地方來當嬉皮呢? 為什麼要到西皮的地方當學士呢? 就沒有意義 矛盾 基本上還是有一點規矩 但是他很感慨 就於是就教於我了 他說老師 大部分人都沒有什麼規矩 我卻認為總應該有點規矩 那這個規矩到什麼呢? 我說你好好上課 坐在這邊第一排不要動 慢慢講給你聽 這是柏拉圖的問題 其他人的話陪一旁 大家一起來嘲弄他 你以為可以學到什麼規矩嗎? 我聽啊 我聽啊 你規個屁 規 就這樣子 就這種心情 然後柏拉圖是蘇格拉底的學生 蘇格拉底只有兩種 最主要就是 The only thing I know is I do not know anything 我不是跟大家講 我在希臘海買了一件這個衣服的T-shirt 這個希臘文我還會講 對不對? 所以柏拉圖思想的話就是 蘇格拉底對知識的存疑態度 還有蘇格拉底跟人家對話的時候喜歡問 人家知不知道什麼是誠實 什麼是忠心於自己的國家 什麼是善 什麼是美 什麼是正義 喜歡問這種問題 對不對? 都在問這種問題 就問 像很簡單 請問知不知道 說台大學生都是好學生 同意還是不同意? 不同意 不同意 你再答說台大學生都是壞學生 你來看 台大學生都好學生不同意 台大學生都壞學生不同意 那你台大學生到底是什麼? 是人吧 也不同意 那麼這不是這個相對主義 這是虛無主義 所以老師我長期來一直走錯教室 我要上的是後現代烹飪 那我說你走進教室 對了 這就跟後現代烹飪一樣 反正沒有規矩 所以台大學生都是好學生 同意嗎? 不能回答 你一直在回答傻子 你都聽不懂 你應該像學芭拉圖一樣說 老師 什麼是好? 我在不知道什麼是好跟壞以前 我怎麼知道怎麼回答 對不對? 這才有智慧 難怪你會讀你那個科系 不需要什麼智慧 不需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標準的哲學式的問答 其實說句良心話 這種題目一般人很少用這種方式來回答題目 我跟他講說 你覺得我好嗎? 好 那我們交個朋友吧 好 這很自然的打法 哪一個人講說你覺得我好嗎? 說不行 你先告訴我什麼叫好 那這個很麻煩 所以蘇格拉底都是用這種方式來問答 同學們可以了解一下 就是說這種問答方式 它有什麼意義呢? 這個我跟大家強調 今天第一個困難的地方到了 這是一個知識論跟形上學的結合 比如說 Do you know that all the students of NTU are good students? 我再問你了 你因為剛好穿了NTU You must be one among us, right? 你穿了NTU這個T-shirt嗎? 說Do you know that all students of NTU are good students? No,我沒有要你回答 就是問這樣 我重點是know, knowledge的know 我跟大家說過這是知識論 theory of knowledge 就是知識論 然後你在回答的時候 按照我剛剛那樣子講 Sir,can you tell me what good is? 那這個時候整個西方哲學的問題就出來了 我覺得同學們到這裡聽到這個課 你看我講得一頭大汗 非常生動的在講這件事情 你絕對沒有第二次機會 絕對沒有第二次機會 但是因為有錄影可以重播了 想起來蠻後悔 但是你可以了解到 你可以了解到重點來了 對西方的哲學來講 講到問Do you know that all the students of NTU are good students? 在你回答yes or no的時候 你會說What do you mean by good? 那我說這西方人的標準答案是good because they the students contains the elements of being good which happens to be the goodness 這樣的解釋不是在考你們英文託福 而是告訴你說西方人的話 基本上用他們的語言來表達他們的知識論 跟形上學的結合 為什麼 因為什麼叫做好 我如果很簡單問你說 你知不知道我們台大學生都是好學生 那你問的問題不是說是或不是 而是說那個好的那個本質 有沒有在每一個人身上 比如說你 你是哪一系的? 你好 很好 你不用驚訝 歷史系學生很多 不是就你一個 很多 那你身上有沒有goodness 有沒有那個 就是這個好的這個特質 有沒有存在你們身體裡頭 有跟沒有 有 比如說歷史系就是一個好的特質 比如說 我沒有特別意見 但是也有一些該有的而沒有 或者有一些不該有的你有了 還有一些你根本不知道是還不是 所以從問你知不知道 變成你身上有沒有這個特質 而進一步擴大到這個世界上到底有沒有goodness 什麼是goodness 這個討論就不停了 on and on and on and on 所以我們在思想當中很多人 所以我跟大家強調 讀柏拉圖就像是看一個活活的 用文字寫成的真子一樣 你讀著讀著的話 他把你整個人就拉進去了 你就活在那個世界裡頭了 你一般來講是出不來的 你一旦發覺會 你會發覺你變成辯論高手了 比如說我們要維持現狀 請問你 那個現狀你死在哪裡 你要維持 你聽得懂嗎 你說在回答之前 請問你什麼叫現狀 現狀有什麼構成 你這一問不得了啊 你懂嗎 整個這個 政治不要講了 你在哲學當中沒有人能夠回答這種問題 這是一種用肯定的態度來回答質疑的問題 然後就是說在討論到問你知不知道的時候 就會涉及到所有的這一些問題 所以哪些問題就是 這種定義作為知不知道的質問方式 談一種人美麗必須要先問 這個人是否具有美麗的特質 就是說所有的問題 這個問題我給他取了一個名字 叫做把這個形上學跟知識論結合在一起 其實是 就是這種 我們原來會以為我們知道跟不知道 是一個很明確的感覺的一個問題 可是這裡頭出現的一個結果 讓我們感覺到非常不一樣 就是說知識論結合在一起 比如說 說一個人很勇敢 說某某某是一個有勇氣的人 那這個就很容易問到 說你知不知道某某某說 Devitt是一個很有勇氣的人 聖節裡面講的Devitt是一個很有勇氣的人 大衛 對 那你在回答這問題的時候 你會講說 那請問什麼是勇氣 這是真的是在柏拉圖的對話路中討論 他勇氣就是說勇往直前 心無所懼 那這個時候 柏拉圖的這個問題被人家直接就打槍了說 那勇氣的話 如果是勇往直前的話 那我請問你 那我沒有大腦往前猛充 抱虎平和 算是勇氣嗎 那個好像不對 以退為進 然後再進一步奉勇殺敵 機會勝算多 這個時候把這個勝算放在勇氣中來考量 算不算勇氣一種 算 所以這個時候大家就問 整個問題就轉從你知不知道他勇氣變成勇氣是什麼 所以這個是所有討論的重點 這個是重要的哲學思想 所以同學們可以稍微想一下 這個在東西方之間非常大的差別 其實如果說 如果說上個禮拜 諾貝爾物理獎得獎的人理由是撤出光的重力波 還是說宇宙重力波 撤出有重力波出現 然後我不是常常在這邊做廣告講那個 National Geography裡面講那個 Einstein傳嗎? 人家問的問題是你知不知道宇宙很大 他問題是宇宙很大 不是我要問的問題 我要問的問題是宇宙是什麼構成的 有的人會覺得說 大家都知道 這個裡面包含了一個明顯的錯誤 在那個點因為我自己原來是教科學 因為西方人認為說宇宙很大 但是宇宙是什麼構成的? 西方人認為宇宙當中沒有empty 沒有vacuum 他們通通填滿了叫Ather 以太 叫Ather 假設一個東西物質讓宇宙填得滿滿的 National證明是沒有以太 所以這個問題討論的是有還是沒有以太的問題 變成一個形上學的問題 從你知不知道宇宙是什麼變成一個形上學問題 所以大家知道這裡面這個不是一個空泛的問題 這不是一個空泛的問題 也就是說整個天的討論也是涉及到用這種方式來發問 從這個你知不知道什麼變成 你知不知道什麼東西是存在的 後來整個物理學發展就討論到原子 原子更小 內部什麼什麼什麼更小更小 這樣子 So do you know what justice is? You need to know what justice is 然後 then you have to know what justice is in the first place 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 好 那麼我希望同學們就會了解到 我要強調的這個重點是 在這種自然而然的深入理解下 同學們聽到的第一步就是 無形之中柏拉圖達到他的目標了 他的目的了 什麼目的呢? 他的目的就是那個思想確實是伴隨著我們一問一答 可以把思想的程度加深下去 確實 那講到這個 講到這個請同學我第一個重點來了 請同學稍微注意一下 對柏拉圖來講知識透過思想來的 而這一件事情決定了東西方最大的差別 討論神的時候他們什麼思想? 討論科學 所以大家要了解 大家要了解 我個人認為東方的思想如果沒有學到這個方法 永遠是器具的利用 大陸現在的什麼高鐵、武器什麼的 永遠是科技的應用 但不會是針對那個思想上的一個轉變 為什麼?因為我們絕大多數人一聽到這個叫做做學問態度 大家都累了、都煩了 大家都累了、都煩了 為什麼? 因為這種思考的方式是哲學的方式 這其實也是說明了為什麼 我們這個學科在國內很難推展 不習慣 明明的很簡單的道理 問你知不知道台大師好學校 知道啊 那要不然我來幹嘛 對這麼簡單的問題變成討論沒完沒了不習慣 真的是不習慣 我要什麼呢? 我意思是要這個名 要一件T恤穿在身上有學生證明 不覺得很難受嗎? 被我這樣講你不覺得很難過嗎? 但是真正的核心在哪裡? 很多人沒想過這種問題 為什麼? 沒有的文化就算了 還有自己的一套 所以我在這邊就告訴大家說 柏拉圖更進一步 將這個存在腦海中的思想歷程 轉換成有沒有ethnist的歷程 直接當作是存在的理型 就是說這個goodness或是justice 這種本質性的東西當成一個理型 我為什麼特別用這個理型呢? 這個理就是講道理 行就是那個形式 就是同學們要了解這個觀念 所以理型有兩方面的意義 第一個是我已經講過了 知識論跟形上學結合 什麼是知識論 就是你知不知道的學問 什麼叫形上學 就是存不存在的學問 這個很簡單 你不用搶到說形上學什麼 不要聽人家講那些東西 你只要問就是說從知不知道變成存不存在 這樣就好了 但是第二個就是對於我們的感覺世界 它是唯一真實存在 相對於我們的感覺世界 唯一真實 那這件事情就有道理了 第二點就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理型告訴我們 我們的感覺世界既然不能夠絕對真實 那就是有錯誤的可能 那唯一沒有有錯誤的可能的東西 只有可能存在思想裡 雖然是什麼我們不知道 但是只有可能在思想裡 所以你在身體跟心靈的區分 body and mind的區別當中 同學就會發覺人的身體有可能出錯 有慾望 慾望有很多種 最明顯的有信譽、食譽跟求知譽 其中求知譽最弱經常被放棄 信譽跟食譽比較強 信譽會玩火焚身 所以大家都盡量吃 所以導致於我們的生活當中 對於吃這件事情是又渴望又害怕 如果你沒有身體 那不就解決一切問題了嗎? 很多那種高人自我修煉 七年出山從來沒吃過一粒飯 只喝水 覺得很厲害的原因就是能夠避開身體的慾望 所以這個對於柏拉圖來講 這個身體基本上是個累贅 思想、心靈這裡頭存在的真理 是一個高尚的東西 所以大家注意 當用頭來大頭管小頭的時候 那就是講理 純天理去人欲 基本上講的也就這個道理 理學的基礎被人家罵得要死也就這個 一開始我們講的相對主義是大頭、小頭都是頭 整可去小頭不要大頭 那無色不成世界 所以說這個是柏拉圖的一個 一個哲學中的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那這個觀念接下來的話 又出現了很多進一步需要我們理解的地方 非常非常多需要我們進一步理解的地方 那問一下同學們到目前為止有沒有什麼不同的意見 你有沒有不同的意見? 沒有 你有沒有不同的意見? 還是說哪裡不夠清楚 還是說但是這個規矩已經出來了 純天理去人欲已經變成結論了 壽命理學的被大家罵得一文不值的東西 對不對?你們學歷史的知道吧 純天理去人欲被罵得一文不值 我們系上有個教授還寫了一本書叫朱子錯了 朱熙錯了還不叫朱子錯了 對不對? 罵得一文不值 但是這個論證出來很簡單 對不對?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你有沒有問題? 女同學 純天理去人欲是對的 那全班都承認還是說老師懶得跟你糾纏不清了 你趕快上課吧 沒有問題 你看起來一副這個純仁欲去天理的樣子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對 當然有問題 是什麼問題? 因為這樣子感覺就取出了最真實的人的部分 仁欲是真實的 對 天理是不真實的 也不是這麼說 相對主義 對不對? 相對主義 我講一句宅男士的相對主義講的方式表達給你聽好不好? 加個幹字 不要 那你說是什麼? 沒有 我在等老師說 不要 被你們一檢舉我丟飯碗了 我才不要 我已經講夠多了 有問題但不知道什麼問題 有說服力吧? 柏拉圖這套有沒有說服力? 有沒有說服力? 認為他沒有說服力的馬上舉手 一槍斃命 一槍就給柏拉圖死了 沒有人 沒有人 你學數學都沒辦法 我覺得人欲去不了 盡量去 就是拿著鞭子打自個兒 中世紀發生的訓練就是這樣子 人欲去不了 人欲去不了的話就是怕死 死了不去人欲了嗎? 你去讀讀貝德 你們講的柏拉圖問蘇格拉底 你怎麼這麼高興啊? 死了以後再也不用看一片了 多快樂啊 對不起 老師亂講 我真的亂講 我不曉得什麼事 對不對? 好 這個放假太久了 精神太好了 沒必要 早上起來喝兩壺咖啡 不應該這樣子 好 我們現在開始繼續 同學們 我都沒有問題了嗎? 人欲有問題 你看看一樣 所以你剛剛說盡量去就很奇怪了 不不不不不 盡量去為什麼不奇怪呢? 因為盡量去的意思就已經肯定了天理高於人欲 理就是高了一點就高了 對嗎? 就這個意思 並不是說要大家作為一個直接好像無欲人的不可能 所以每一個人的話就是 所以說孔子說我活到70歲才從心所欲不與舉 你去看看理想國的第一書裡面 也講的跟孔子講的一模一樣的事情 是吧?你有問題嗎? 老師 為什麼天理和人欲一定是對立的東西呢? 天理和人欲對欲的東西就是 人欲可以被訓練成跟天理一樣 但是天理怎麼會被訓練成變得跟人欲一樣呢? 沒辦法 人欲當中有求知欲就很好 求知向上是很好的 老師 那譬如說傳宗接待是天理還是人欲呢? 傳宗接待 天理啊? 可是它其中有人欲的成分 那我跟你比一下民俗方法學 那有一些一神教的地方 尤其是猶太教的地方 那傳宗接待的過程是不允許看到臉的 老師 可是我們允許啊 不是我們允許 我是強調舉一個例子 傳宗接待是天理還是人欲? 你再問我這個問題 我要告訴你說 人欲可以訓練成符合天理 天理不能夠訓練出來符合人欲 天理如果訓練出來符合人欲就是相對主義了 對吧? 是不是? 大家可以想一想 大家可以想一想 好問題 對不對? 因為他們之間的對立並不是講誰存在誰不存在 不是問題 而是誰比較高的問題 誰比較高的問題 那天理來自於思想 那思想程度就高於這個身體 人欲來自於身體 是這個意思 好 我只要講最後一章給大家想一下另外一個特別問題 我自己也沒想清楚 就是說例如有一對孫生兄弟 雙胞胎 然後我說他們長得一模一樣 很正常嘛 你看 就是放假期間我要看到一對雙胞胎長得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是一個理型 一模一樣 Identical Identity 而且表示說Same to the sameness 表示一模一樣 而且理型而言永遠一模一樣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就當我看到他們一模一樣 跟我說他們一模一樣 那一模一樣本身問的問題就不一樣 如果我跟我太太針對這個男生兄弟做一模一樣的判斷的時候 那麼有可能不是一模一樣 有可能不是一模一樣 所以同學會發覺 當你在說出來這個Same的時候 那個Sameness 所以問題是到底有沒有一模一樣這件事物或這個東西 你看個東西 然後用出一模一樣 對不對 說他們兩個長得一模一樣 那當你說 或是說這個小孩長得好漂亮 對不對 那這個漂亮不漂亮還簡單 你漂亮的本質 一模一樣到底有沒有一模一樣這個東西 如果不是一模一樣 怎麼會叫一模一樣 如果是一模一樣的話 為什麼還有可能不一模一樣 學校讓大家想一想 讓大家想一想 到底有沒有一模一樣東西的Same 這件事情 這個問題其實很奇怪 因為你說有 其實是你是感覺 其實他們仔細想就沒有 那麼這個通常來講 重點在於仔細一想 發覺其實沒有 重點就在這裡 就是說Being the same Being the same 就是這個 他是有一個表象的 還有一個是實在的 純粹想像的原因過 所以覺得現實中的對象比較真實 因而一模一樣只是一個想法 就是很自然的一個表達方式 對不對 那麼這個重點在哪裡呢? 重點是 但柏拉圖很不一樣 甚至剛好相反 他用思想的對象才是真實的 好 那這個問題就來了 這個問題 就是思想的對象 所以剛剛講到存天理去人約 大家引發了很多問題 有種講這個 這個有沒有 為什麼一定要對立? 不一定對立 但是強調的重點是思想中對象比較真實 那這個非常難 非常難理解 對不對? 因為大家會發覺說眼前的生活 問一下大家好了 問一下現在的年輕人 認為說現實中的對象是真實的 還是思想中的對象比較真實? 認為是現實的對象比較真實的舉手? 我專門挑那種沒舉手的人 那種一臉碎眼心鬆 放了四天架 好 放下 認為思想中的對象比較真實的舉手? 哇 那個頭 手銬的你沒舉手 就不要看 就穿白衫衫 Nike的 對對對 是現實中的比較真實 還是思想中的比較真實? 剛好一半一半 果然是有為青年 誰說我們積弱不振 誰說我們難受末年? 我們是大唐盛世啊 有的 對不對? 來來來 你說說看 是現實的還是思想的? 我覺得都是真的嗎? 都真的 現實也真的 思想也真的 那這樣子會分裂? 都沒有一個仿效的對象 全部都真實的 通通都真實的 你舉一個思想中真實的例子 我聽聽看 就是可能在現實中真實的對他的意義很強 以拷貝的方式存在腦海當中 這是David Hume的觀點 經驗主義 好 一半一半 你覺得是現實的還是真實的 思想的? 哪個比較真實? 我覺得是思想吧 思想比較真實 是吧? 好 你呢? 你不是 你對 對 思想比較真實 那跟性別應該五關吧 你呢? 我會覺得思想比較真實 問錯人了 好 我還以為 我還以為大家都認為現實比較真實 思想比較真實 為什麼? 為什麼? 你能說出道理 為什麼思想比較真實? 現實不是很真實嗎? 我現在手酸得要命 換手拿麥克風 不是很真實嗎? 為什麼思想中比較真實 為什麼? 你能說出道理嗎? 思想比較有邏輯 思想比較有邏輯 現實沒有邏輯 自然發生的次序沒有 自然發生次序 邏輯 邏輯就是我們自然發生的次序你知道嗎? 你不可能講說是這個明天說放假這幾天 我們在明天過得好舒服 這不合邏輯的 是不是? 好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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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要為難大家 主要是要告訴大家 主要告訴大家 這個柏拉圖非常不一樣 像你們現在 我基本上認定 我認定 認為思想比較真實的人 多多少少都受了一點柏拉圖哲學的影響 可能你自己不知道 我把這個邏輯講給你聽 因為人 我剛剛上課 上一堂課講 思想中的部分 比較具有絕對為真的可能性 對不對? 剛剛講了嗎? 然後你在想法當中 你會發覺 你人求乎其善 得乎其忠 你這個理想 志向 你常常被人家批評沒有理想 沒有志向 其實不是沒有理想 沒有志向 是嫌理想不夠高遠 志向不夠廣大 比如說理想就是中午有飯吃 那這叫什麼理想 對不對? 去邀飯都可以有的吃 所以這個不叫嫌不夠高遠 不夠廣大 那什麼樣的理想最高遠 最廣大呢? 思想中的 比如說大家講說 你將來想幹什麼呢? 說不想幹什麼 大家都說沒出息 想幹什麼呢? 我當總統 覺得人雖小 志氣頗大 都會這樣講 這個是這種想法就會發覺思想中的部分 跟你這個理想部分 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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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高遠 大家聽起來 因為這個社會當中 目前為止 大家在這個問題上 都已經轉變成我們的潛意識了 什麼潛意識? 就是你會按照這方面去想 所以我們班上有一半的人會覺得思想引導 廢話當然是思想引導你 因為你現實 你現實的一切是為了理想的目標的實現 這當然是這樣子 我還奇怪 我一開始不忍心 我還有幾個舉手認為現實比較真實的 這些人的整個想法上也比較難以 剛剛你是哪一個人講現實比較真實的? 有沒有人替自己的舉手發揮? 你剛剛 對吧 你說說看 為什麼這個強調現實的人都穿的NTU的T恤? 他們幾乎沒有例外的 而且三種都長得不一樣 就 我覺得就 因為感覺是我最強的最強 感覺什麼? 就是感知得到的知識是唯一可以 感官知覺最強 對 就其他之後的 就是他也沒辦法掌握去 溝通之間也是透過反彈的全在溝通 所以我要知道你的思想 就是透過這層無故的感知 所以你最後還是選擇相信自己的感知 相信自己的感覺 是唯一的真實 因為要理解另外一個人的思想 誰要你去理解另外一個人的思想 你自己的思想 因為要打到一個共識 就是這樣 這樣思想很大共識 感官知覺的基礎上比較容易達到共識 對不對? 好 其實也對 其實也對 但是這個要強調柏拉圖跟一般人很不一樣的地方 那思想對象才是真實的 其中最主要例子就是數學 柏拉圖主義談到數學認為數字是真實的 因為一般人就會覺得數字根本就是捏造的 對不對? 像我們70個人在課堂當中 那個70其實跟每一個人無關 但柏拉圖認為70這個數字是真實的 好 那麼柏拉圖這麼認知 並且肯定思想的內容甚至將理念作為真實存在的基礎 這個是一個基本的一個立場 好 那麼同學們可以了解 如果你已經接受柏拉圖思想到這個階段 其實我們已經濃縮了非常非常多的作品 那麼你就會發覺在人類歷史中 尤其是有關於政治經濟社會中的一貫道理 大概都在這裡 就是說大家要想辦法從理論的部分 理論就是抽取所有人類的經驗中得到的精華 當成本質一樣對待 然後經過證明 所以說這個是思想內容為真實的存在 然後按照這個模型 就是我們現在最能夠達到的理論之後 進一步達到模型 模型可以實驗來檢驗模型的正確對錯 是透過這個影響 所以問題是什麼 他遭到批判 並不是所有的理念都賦予存在的狀態 有些理念在思想中出現 卻沒有實際存在的可能 例如錯誤的理念 還有一種 三角形的圓 一聽就知道是錯誤 對不對 還有一種就是只能夠 就是說自私的想法 只有我存在 然後把個人的道理說成普遍的真理 這種也是錯誤的 對不對 個人的感受說成普遍的真理 也是錯誤的 那這種錯誤的東西 我們感受到錯誤 柏拉圖的問題是出現了 就是說有些東西 比如說我們講到善 好學生 那好的討論當中 你講到美 講到真善美 跟假 跟惡 跟醜之間的關係 是一個相對性的關係 但是為什麼你不講說是假 惡 醜呢? 你為什麼都要講到那種理想上的部分呢? 那道過的部分 他們就是怎麼樣的? 對柏拉圖來講這種道過上的部分是不會存在的 會有一種自然的趨性 會往上追求 向上提升 所以說這個是構成了一個錯誤上 這種就是非常奇特的一種認知 現實社會當中相對主義者 普達哥拉斯的相對主義者是認為都一樣沒有差別 沒有好壞 其實同學們可以想到 因為這個人的本身來講有這種向上性 就是有一種這種向上自我提升的這種感覺 這個是本性還是後來教育出來的結果 對不對? 你覺得是本性還是後來教育出來的結果 向上追求 比如說 比如說大家講說 台灣學生的程度下降 什麼叫下降? 我們是進步 我們是進步 以前我那個時代的時候打電話三分鐘就全部結束了 人家現在一打這三年都不會下場 這叫進步 問題是你用什麼東西來衡量進步跟壞? 這個是相對主義的觀點 對不對? 那什麼叫做理? 理的話就是有一定的方向 有一定的自我提升 不可以有錯誤 這個叫理 對不對? 這個就不但是知識論跟形上學的結合了 這連倫理學都進去了 所以大家一開始強調說 後來你會現在 你現在會發覺說 我說句良心話 我們現在覺得很幸福的原因就是因為任何錯誤都可以 尤其是當學生 所以那個什麼三十幾歲了 還是歷史系的學生 在那個中國好生意裡面鬧場的 有沒有? 三十幾歲了 大五的 大五多少年 我算一下從 因為我21歲就讀大學 搞到32歲還在當學生 變成大11了 這不容易 不容易 這確實不容易 那這個學生可以犯錯 學生是滿相對的 確實是滿相對的 所以這種情況下 在這種情況下同學們可以想一想 這個問題就出來了 涉及到人家的是錯誤還是對錯 要證明它存在 真實存在 所以既然不能夠確保不會出錯 那麼錯誤必然存在 問題是錯誤哪裡來的 怎麼樣認知 所以我們會覺得說柏拉圖的思想 不但是結合了知識論 形上學 這個部分 我苦口婆心 大聲疾呼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讓同學們了解 將來你跟人家講 只有這一次 就柏拉圖非常重要 因為重要 所以要大聲疾呼三次 就是你要記住 你要知道大致上想法 就是它結合了 因為哲學當中最重要的科目 知識論是問你知道什麼 學生學問你知道什麼存在 所以你才會知道它存不存在 才知道它是什麼 最後它牽涉到了倫理學好壞的問題 不會出錯 錯誤來自於人的現實環境中認知缺陷 這是這樣子由來的 所以說這個部分 我認為 如果說在這個這麼短的時間 讓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完完整整的一個系統 這是一個完完整整的一個系統 而且這個系統幾乎是無懈可惜 我認為它只要你接受它一開始 我前面講的那個問題意識 用思想來取代我們用身體也可以體會世界的這個事實 你就會發現 你就會發現它這個思想的系統性之強 無可取代 基本上是無可取代的 它只有可能進一步的發揚 所以柏拉圖認為相同的理念跟看到的相同之間 前者是完美的代表 後者是必然有缺陷 所以不一定完美 比如說你看到一對雙胞胎 你說他們倆長得一模一樣 你講的是你的感覺 並不是真實 然後旁邊有人講說 你講的一模一樣是什麼意思 如果是思想中的一模一樣 它就不可能有任何一點不一樣 但是即使是雙胞胎也有可能 在行為上可能不一樣 長得再像也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樣的 生活的際遇不同 產生的結果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也因為這個緣故 所以你看到的相同只是 大約的相同卻不是真正的相同 所以這個 這個裡面開始講的每一句話 都是它系統哲學內部的一段話 所以我上課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在懷疑論的課當中 特別要強調柏拉圖思想 因為柏拉圖思想是打敗懷疑論 打敗相對論 打敗實用論 打敗虛無論的一個最有效的哲學系統 而且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 早先的儒家思想 後來的壽明理學 也都間接地用到了這一些方面 所以說有這種 我個人 我個人是覺得說在你的思想當中 擁有這個規範性的想法是很正常的 然後擁有這種相對性的思維感覺到 還引以為傲 認為是正確的 是比較特別的一個時代 因為等到你有一天為人師表 或是做人父母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一點規範性都沒有的社會 還真麻煩 這個會有 所以說這個規範性的證明 我是舉一個反例讓大家知道就是說 這個系統 因為這個系統後來影響了 整個這個系統哲學在希臘時期的晚期 後來影響了基督教的神學 後來影響到了科學的發展 一直到今天 今天算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時代 就是規範性的時代的終結 如果說我要 如果我要寫一本大書 然後要寫一本真的好的暢銷書 我蠻想取一個題目 就叫做規範時代的終結 就是我們現在時代 就是所有的規範 現在的規範時代的終結 大家都會產生一種錯覺 就是說任何管約束 大家會覺得說 你憑什麼管我 憑什麼約束我 會有這樣的問題 大家會有這樣的問題 我舉個例子 我無意冒犯 我隨便舉個例子 非常機車的例子 我剛來台大教書的時候 我一個同事在文學院開會的時候 戴著帽子 沒拿下來 還被當時的葉國良院長罵了一頓 認為 因為他研究理的 他說這個失理 在室內 那我們現在的話 已經習慣了 已經習慣了 也沒有人敢用這種理的方式 來要求別人的行為 這個behave已經好像沒有那麼重要了 沒有那麼重要 所以這個轉變 這個轉變 這個對大家來講 那我並不是要在這邊說教 我只要藉這個機會 我只要藉這個機會說柏拉圖的思想 是當時那個情況 但是我們人類的2000多年歷史 受到了這種思想的影響很深遠 已經變成我們潛意識的一部分 所以我們在調查居然有一半以上的人說 思想是引導我們生活中的一個真實指標 這是我剛剛調查的結果 對不對 所以同學們可以了解到這裡面的一個影響力 所以之間的話大概有這樣的一個推導關係 那在這個發展之中 在這個發展之中 這個柏拉圖思想最大特色就是貶抑日常觀察 推崇抽象思想 推崇抽象思想 那我跟大家先強調一個重要觀念 《青年守則》當中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這個《青年守則》當中的所有的 每一條的道德、訓斥、訓斥 通通都是這種思想的產物 就是你從忠孝東路一路到信義路 忠孝東路、仁愛路、信義路到和平路 忠孝仁愛信義路 這個通通都是道德、訓斥 這個裡面八個字都是道德、訓斥 這些東西都是什麼呢? 都是透過思想才能夠證明它的有效性的 現實生活中是沒有 這有可能被顛覆的 比如說中 我們這個校訓裡頭就有愛人愛國 愛哪一國? 這有大問題 沒有人敢問 對不對?很複雜 每個人想法不一樣 不要以為只有兩國 其實三國、四國、五國都不一定 不一定 我做過調查 嚇了一跳 愛聯合國 我告訴你 然後這個校 那更 校還有餘校 校還要經過思想 校這個問題 倫語一打開 孔子自己都不能回答 孟一子問校、紫下問校、紫遊問校 每個次的答案都不一樣 每個情況都不一樣 床頭百日 病床百日還無效子 所以說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這些都是經過思想後才會出現的 我們叫做一個道德命題 這些都是道德命題 所以說抽象 所以所有的道德命題都是抽象的 因為它有規範性 那同學們活在一個沒有規範的時代 覺得這個很無聊 就非常無聊 就是一切都可以 為什麼要強調這種規範性呢? 都可以 沒有什麼差別 所以日常生活中觀察到的事物裡面 表面許多特徵 比如說真、善、美、大、正、四、和 它們都是表面上觀察到的 但這並不是真正、真實的 所有的形容詞 都是表面上可以應用的同時 又會讓我們發覺它們不是真實的 我跟大家強調一個例子 我順便舉一個例子 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奇怪 2016年的11月川普當選 2017年的1月他才就任 現在才2017年的10月 他居然把前面一個總統的每一件事情都否定了 包含我們言之著著的什麼國際化、全球化、國際貿易、 溫室效應、環保概念統統統否定了 你覺得怪不怪? 你覺得怪不怪? 一個國家選出一個總統 就是才短短的不到一年時間 把另外一個總統全部所幹的好事 原來還得了諾貝爾和平獎都不見了 你覺得怪不怪? 同學活在一個完全 你覺得怪不怪? 你覺得怪不怪? 很怪吧?跟你有沒有關係? 有 你這麼確定嗎? 美國總統他 我告訴你 在我看來就是一個規範被另外一個規範取代 很多人把川普當成瘋子、白痴、智障 金正恩講他是兜大 這個腦袋混亂 但是請同學注意 請同學注意 美國沒有發生大型的抗議 每一次川普一做這個金釋之舉的時候 我馬上就觀察 第一 有沒有人示威 然後示威的人數 然後示威的天數 然後最後發覺後續的反應 每一次都只能夠證明 美國確實有majority支持他的想法 每一次包含用槍 所以我在電視上講 我說槍桿出政權 講的不是中國 是美國 對美國歷史不了解 大家都覺得California Flipflops everywhere 錯誤 完全錯誤 美國很保守的 規範性超強的 你不一定有那種親戚 我有親戚原來在20年代 1920年代就在中國傳教的 後來就是回到美國去的 那種標標準準的基督教家庭 我的天啊 我在那邊一個禮拜要去教堂三次 而且還要主導好幾次 而且每一次 就經常有人問我怎麼搞的 Why don't you believe? 經常要問這種問題 感受非常強烈 我覺得這個不是開玩笑的事情 大家不要以為說是 這個規範性的時代真的結束了錯誤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現在整個世界發生的問題就是從一個規範變成另外一個規範 而且時間非常短 發生的時間非常非常短 我自己覺得說這個沒有像想像中的那麼快就結束了 所以說最主要的原因是柏拉圖講的哲學的力量 我替他說一句公道話 我知道大家都很討厭聽這種系統性哲學 大家都很煩 都喜歡聽那個Poworkun那種針對時事亂分析 覺得很過癮 但是基於我的這個職業道德必須說兩句中肯的話 他這個哲學系統有信力 是因為我們的人的本性趨向於擁有規範 他只是把我們的本性中最真實的那一部分系統化起來而已 對不對 因為什麼呢? 因為人對於規範性是有一種天性的需求 記住我講這句話 今天你可能不一定相信 有一天你真的組長局面的時候你要當那個大官 你要是做了大事 你要是真正在學校負責什麼重要的行政職務 你突然發覺底下的人全部反對 你很想把他們全槍斃了 一點規矩都不聽 怎麼辦事 沒辦法做事 你心裡會很生氣 發覺這些人怎麼搞的都這個樣子 這個是一種發覺 這種一種本性 這種本性的話要系統化 當然 我必須強調寫作上的天才 在理解的過程當中也一樣 但是我們用一種懷疑論的角度來講的話 會發覺說如果真的一切事情都讓我們懷疑 沒有一定的規矩的話 大家會覺得很失望 對不對? 大家會覺得說那就要做事情 要不要做事 要不要真的做事情呢? 好 好 那麼柏拉圖的對話錄 整個柏拉圖的對話錄 基本上就在分析這個 介於表象跟實在之間的區分 表象跟實在 各位同學 像這個 我舉個例子 這個例子可能是我自己覺得比較有趣的例子 主要的差別 在大學就是 但是我發覺今天大家穿T恤的T恤相對偏多了 就大家其實對制服還是滿渴望的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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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種渴望是我附會之語 但是高中跟大學的差別 所以到了大學以後有辦那個制服日 有辦制服日 至少我以前在當戲主任的時候還 對不對 有制服日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有一所新成立的高中 為了顛覆以往的對於制服的概念 政大附中就強調本校沒有制服 這在座搞不好就有政大附中 因為我自己是政大附小畢業的 所以我對於政大附中的發展比較關心 就有一天我看到一個政大附中的人 搞了一件白色的T恤上面寫了政大附中 很爛的字 很難看 四個字寫在身上 參加制服日 這個讓我有一點好奇 就有一點好奇就是說 擁有制服跟沒有制服 還有要不要參加制服日的這個想法究竟是什麼 我覺得他應該打次博 回歸自然 就是說制服日的政大附中就是打次博 但是有女生就不好意思 就說男生應該打次博 就要強調 或者在後面寫金中報國四個字 像岳飛一樣 為了表現凸顯制度的荒唐 就我一直很不理解 我一直很不理解 說不定同學們可以告訴我說 老師 這個跟規範性一點感覺都沒有 這是一種思想情懷 目望初衷 不要忘記自己從哪裡來的 搞不好有這種情懷 我不曉得 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enjoy過這種感覺 其實我都在靜靜地看 因為我們現在之間溝通完全停止 不能問這種問題 說你們為什麼要辦這種很無聊的制服 就不敢講 不敢講 因為我以為我們系上同學 但是我當系上我覺得這個真是很無聊 因為你不是來到大學就知道避開以前的日子嗎? 好像這個情緒很複雜 所以我就是要從這個角度來講說 這種是不是代表一種我們先天性的一種 對於規範性的訴求 我那時候才知道原來台中女中跟北一女中穿的制服 其實是不一樣的 因為遠看是一模一樣 後來發覺一個塞在外面 一個塞在裡面 就感覺是原來還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就親眼看到 所以才知道 要不然我怎麼可能知道他們穿什麼東西 所以就這個有很不一樣的差別 所以說這個這種 我認為這個表象跟實在之間 這個表象是我們看到的外面 那實在的話是我們思想中才會存在的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是透過對話相互結問所達成的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到過來講 同學們就可以了解到了 為什麼對話路具有這樣的威力 它就像一個手把你拉進去思考 所以我其實跟這個偶爾 班上同學說回答問題的時候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說大多數人在公開的場合當中 在對話的場合意願不強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除了這個從對岸來的人他們有專門的訓練以外 意願比較不強 台灣學生基本講話講半天 坑不出個什麼東西來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對於參與對話這件事情沒有信心 也沒有興趣 是這個主要的關鍵 所以但是其實在對話中 柏拉圖刻意地在展示一種辯證的方法 證明思想交流中抽象事物 可以因為語言交換 exchange的關係 可以自我呈現出本質性的討論 就像我一開始做的示範 比如說我說某某某是不是好學生 我一問你就回答問我說 那你所謂的好是什麼 你先給我一個好的定義 那我當然很自然就給了一個好的定義 品學兼優 那我說那你可以不要再告訴我 品學指的是什麼 那麼我說 然後我就說品性 學是學識 那你講說優 優跟劣的差別在哪裡 有沒有客觀的標準 你問問問問問問問 慢慢慢慢我已經講得很深遠了 然後慢慢就下去了 就這樣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展示的一個方法 為什麼我們特別強調這個對話的一個功能 那跟一般人閱讀的這個功能的感覺很不一樣 那這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因為這個對話的時候 讓人會發覺這個真實出現的一個過程 這個參與對話 人家英文叫engage 就參與就是訂婚叫engage 就是先講好這個參與 共同參與 比較任命式的參與 所以如果說對話只是交換資訊 你放下去哪裡 哪裡也沒去 然後再加偶爾出去散個步 那這個不是所謂的dialogue 這不是所謂的dialetic 這個只是conversation 這個沒有 只有交換資訊 這個柏拉圖的對話是dialogue 然後裡面是有一種辯證關係 就是會互相問對方 所以我這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 大家得空的時候 因為你的手機的時候 像你有電腦一翻 你說來一段蘇格拉底的對話路 簡單的 不要超過200個字 你看就會發覺裡面全是問定義型的 或是問你說你知道 加上你到底知不知道 或者是一種讓人難堪的 這種糗人的ironic sarcastic那種諷刺型的問話 讓人覺得很機車 讓人覺得很難受 讓人覺得說跟你講話真的無聊到極點 這種對話才是哲學家要的 所以說我就想盡一切辦法 讓大家發覺其實哲學對話可以很有趣 但是重點是要讓人家自己去思考 那這個就是 我每天都在想這個問題 怎麼樣把這個哲學講得生動有趣 所以我自己 所以這個交出一下說 那你把你所有的上課的資料 全部用影音留下來 我說好 免費的送給學校 捐給學校 捐給所有的人 目的是什麼呢? 目的是告訴大家說 你這個從事於這樣子的對話 是真正的教育的方式 要不然的話大家會發覺 現在要學什麼? 現在的話你在剛剛問這個同學講說 什麼什麼東西 他說你Google一下就知道了 你Wiki一下就知道 什麼都知道了 我說關鍵不是要你知道不知道 而是要你如何使用 如何活用 所以我上我的希臘哲學課 我取名叫活用希臘哲學 知道了 廢話 Google裡面什麼都有 當然是什麼都有 問題是你怎麼樣要用它 關鍵在這裡 所以說 比如說 比如說教導別人什麼是德性之前 那個教導人是不是需要先知道德性是什麼 這個話是非常非常具有懷疑論性質的 對不對? 你要教導別人如何做一個好媳婦 你要知道什麼叫好媳婦 那可難了 那可冒犯了 那可沒完沒了了 那離經叛道了 是吧? 你要教導別人如何做一個好人以前 先要別人定義 或者講說那你自己呢? 你問那個算命的說你的算命準不準呢? 他已經夠火大了 然後講說如果你準的話 你怎麼不替你自己算一算呢? 那更火大了 對不對? 就是這個每一個人會遇到自己在相同的情況下 那所以說 那這個德性叫Virtue 德性叫Virtue 所以說在實際的這個生活中應用判斷原則 那麼這個Virtue呢 講的是一個 一個柏拉圖哲學裡面非常流行討論 而且重要的一個觀念 為什麼呢? 因為Virtue Vectue 我個人對於這個字非常有興趣 Virtue 因為這個希臘文原來叫Arede 這個字叫Arede Arede的話 Ari 就是希臘人有一種高貴人格Ari 比如說貴族 公民Ari aristocracy aristocratic Ari 都有這個含義 那這個高人一等 然後這個德性 德性 有人叫德性 行為 德性 然後他們就是比如說道德的德性 天生就具有這個行道德的能力 是一種能力 天生的能力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承認 有的人的話天生富裕 一出生就是郭台銘兒子 不是郭台銘的兒子 那就不一樣了 命運就不一樣了 也是Virtue 有的人的話學識能力很好 平常在家養牛 一考就是台大電機系 也有 在我那個時代這種人更了不起 還有的話就是道德的財富的 還有一種人格上的高貴氣質 有一種人天生就是長得很高貴的樣子 像柏拉圖這樣子 柏拉圖時代的話年輕的將領 Acibiad 是公認的美男子 也是蘇格拉底的學生 這些人他們有一些天生的特質 那他們表現出來的高人一等 除了能夠展現以外 沒有辦法說清楚自己為什麼高人一等 也沒辦法影響到別人 所以有很多人講說 那我們一般對於這個財富、道德、學識能力 還有人格特質所定義的Virtue 是不是Virtue都起了很大的懷疑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當中 也有很多人像我要問到說 一開始問的第一個問題 台大學生是不是好學生的時候 大家慢慢發覺不用對話 你是發覺說我要問的效果已經出來了 什麼出來 原來老師你問的不只品學而已 你問的各方面包含了看得到的、看不到的 對不對 比如說這個不是光考試而已 還有人格上 還有這個適應社會的能力 各方面非常多 那麼以這種情況來講的話 那我們所要強調的這個德行 那麼在實際生活中的判斷、應用上 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讓他們知道 那麼德行 因為有德行而且就知道什麼事是對的 事情都還沒有發生 他就已經知道什麼是對的 他的高貴氣質從哪裡來 他做事情的判斷的能力哪裡來 然後他的學識能力哪裡來的 這一些東西 所以就對柏拉圖來講 現實生活中的一切都需要被檢驗 所以從這個道理來講 他的的確確是蘇格拉底的傳人 但是他唯一做的事情 就是延續了蘇格拉底的疑問以外 把他整個哲學系統化起來 系統化哲學 所以他問德行哪裡來 一樣的問題 那麼我們可以感覺出來 我們太多感覺得出來存在的事物 但是卻不知道這個事物究竟是什麼 太多了 太多了 這個 我們放假的時候 10月9號公佈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今年經濟學獎叫Richard Tyler T-H-A-L-E 他在那個大賣出的電影裡面 有解釋過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衍生性金融商品的那個 買空賣空的一個情形 參加過這個電影 他套什麼理論得獎 他的理論得獎是說 為什麼我們都知道該如何消費的情況下 但是我們會做出不理性的消費 比如說為什麼我們都知道吃炸薯條對身體不好 但是我們餓的時候在所有的食物當中的選擇 會先選擇炸的薯條或是炸雞 為什麼炸薯條跟炸雞賣得很好 然後為什麼我們對於那種健康食品 少鹽 少油 少糖的東西 感覺上明明知道它好 但是不會選擇用它 這個我們的經濟行為出現的是一個 我們所做的決定不是我們自己要的決定 但是卻會是我們實際上去做的決定 這種不理性行為它得獎 它叫做Behavioral Economy 行為經濟學 跟我們實際上做經濟判斷 這個理論跟原來經濟 在座如果有經濟學或是管院學生就會知道 那個衝擊太大了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經濟理論都是按照理性行為做的設計 供需理論就是理性行為的設計 只有你缺了什麼東西 所以你才特別需要什麼東西你才會提供比較高的價格 跟價格那個公式是很簡單的 連我哲學家都看得懂 對不對 但是實際上如果你不理性的部分 能夠在消費的行為當中產生了這麼大的影響 所以他們事實上用他的理論把所有的東西 消費的廣告、事物通通都不一樣都暗示出來 甚至於爸爸對小孩來講說你要吃這個東西 如果你現在不吃 等一下我給你三樣子的東西做回報 小孩一想說好 我忍耐一下 學會忍耐 學會消費者把放東西站起來 不用彎下來就可以買到東西 站的東西 放這一排的東西 強調它是健康食品等等 在銷售上都有實質的效果 所以用人的不理性來產生一種消費的習慣 得獎 那說明什麼呢? 說明我們人的確不是一個想像中那麼理性的動物 為什麼?我們有非常多很奇怪的東西 我們感覺它存在 但不知道什麼 你們來大學讀書 每個人都知道談戀愛很重要 但是不知道到底什麼是一個真正的戀愛 只知道是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 對不對 知道也不一定要轟轟烈烈 就是很奇怪 每個人都覺得說沒有談過戀愛 遺憾 終生 談完戀愛以後 終生遺憾 那到底是什麼?不知道 只知道什麼呢?只知道它大概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真的不知道 很難講 而且最奇妙的是 不要看老師雖然不浪漫 但是也談過戀愛 最奇妙的是什麼? 我還仔細地想過這個問題 最近我還想了一遍 就是它最大的特點是突然你發覺你談戀愛了 永遠 就像爬山一樣 你永遠不知道山巔在哪裡 頂峰在哪裡 你得到的頂峰 你走過去了 已經開始走下坡了 戀愛就這樣子 還沒開始就已經走下坡 然後這個走走走 發覺另外一山更高 是不是要嘗試再繼續攻堅 就有這種感覺 就你永遠不知道到底在什麼東西 但你只知道在群山群嶺當中是有這麼一回事 這個當然是講得稍微好笑一點 不過確實是讓我們講得說 可以感覺出一樣事物 卻不知道到底究竟是什麼 幾乎我們所有的事物當中全部都是這種性質 所有的 比如說理想 什麼叫做健康的人生觀? 你知不知道有健康的人生觀? 你知不知道有健康的人生觀? 知不知道有? 問你 知不知道? 還是沒聽過? 有 我告訴大家 剛剛認為思想中的部分是比較真實的 每一部分都這個樣子 你思想中想的東西 仔細一想 發覺好像不太對 再仔細想 好像沒這個又不行 就反反覆覆 所以對於這一問題 柏拉圖透過挖托的方式破神承凍 許多我們知道事物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跟蘇格拉底一樣 他說講了半天我們其實什麼都不知道 其實我們在思想中存在的 其實說我們知道嗎?不知道 說我們真的不知道嗎? 好像又感覺到它存在 是這種情況 這個同學們應該都有同感吧? 應該都有同感吧? 很茫然的同感 我告訴大家 我告訴大家 這個課是一個父母對孩子應該上的課 我跟大家講 我的孩子很幸運 他爸爸是教哲學的 你們大概都沒這麼幸運 沒這麼幸運 因為可以感覺得出來 為什麼是一個父母跟子女之間的對話 應該講到這一部分呢? 因為這個是我們每個人都有的感覺 而且在大家這個整體社會當中就會了解 如果這個 這種是人性中的一部分 其實其實我們剛剛 我們一般來講社會當中用不假思索 就知道人性中所包含的什麼性欲、食欲、求知欲 什麼各式各樣的欲望 這個不稀奇 稀奇就是人性有一種傾向 一種Inclination 就是人性當中有這種傾向 比方說人性有追求規範性的傾向 會覺得說這樣子做就對了 哪怕是所有人在政治當中講說 對的事情這樣做就對了 我那天看到正義法師講說做對的事情就是智慧 這個空話 但是無所謂了 就是不講 但是他就是說人有這種傾向 這種傾向 這種Inclination 這種Tendency是真的 但是你運用你思想的力量 本身不要把思想當成一個固定的東西 而當成一個繼續Keep searching 不斷發掘的一個工具 很多的東西 如果說是父母累積了這麼多的經驗 告訴子女去想 這個讓我不得不這個 我有這個感覺 其實也是因為我寫了一本書 我今年年初出了一本書 書名叫投資哲學 不是很好聽 不是正派的 所謂的 不是正統哲學 但是因為就是說故意好玩 故意顛覆這個一般人的看法 但是我裡面特別寫了一張父子之間的教育 父子之間的教育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大家不用買 就站在那個書旁邊 很快就翻完了 我覺得父子之間教育為什麼呢? 就是有很多我們上課才會講的哲學理念 用這種課堂講出來不好 我自己也覺得白浪費 但是如果你父親或是母親或是對子女 遇到某一件事情突然心有所感 講出來的時候 你會有興趣聽下去的時候 你會發覺大致上就這個方向 就是說你生活當中很多你覺得存在的東西 經過仔細一想 其實是不存在的 然後他就開始問 你會覺得這個思想的力量 在你生活當中的影響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有很多人認為說想太多不好 但是如果說你們自己將來為人父母的時候 你要告訴人家 告訴你的子女 你最愛的人 懂得思考是一個工具 是一個持續的進一步的發展 並不是一個像你想像中 所以說 雖然說這個結論是這樣 那麼所以對柏拉圖來講 讓人心服口服的判準就在你的心裡 你的心靈可以對感知自行進行理性管控 得到屬於另外一個世界的知識 而另外一個世界是一個完美的世界 其中每一項事物都是理想 就像人的靈魂一樣 是沒有缺憾的不受肉體限制的 所以你就會發覺說 只有思想才能夠到達這個階段 否則的話 否則的話 它沒有辦法 就是說它沒有辦法讓你真正活在一個 現實世界中的快樂裡頭 我從各位的眼神中完全看得出來 現在的知識、教育、環境 已經讓你對於學習這件事情沒有任何挑戰性 大家要知道 大家要知道對我們來講很辛苦 因為比如說你是靠數學能力考進台大的工學院 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講 然後要求人家 不負責任地要求人家修通識教育的課 完完全全是整個教育制度設計上的大失敗 為什麼 他根本就沒有想過這種地方可以有學習的空間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然後教育處裡面想盡一些辦法 沒有辦法改善 為什麼 因為我們整個社會非常相信有一套客觀的標準 可以已經幫我們把好學生選出來了 還要你來幹嘛 我在受教育的時候的的確確 哪個大學畢業就是一個牌子 之後學校老師教什麼 沒人知道 鬼打架 不在乎 現在的情況我們已經開始注意到 整個教育的本身需要一種打中心理改革 如果你一開始就這麼神 就這麼牛 那你還受什麼教育 還學什麼通識教育 對不對?所以我很感慨地講 這個是我們自己需要注意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一直想盡辦法告訴你們說 這個很重要 後來我就發覺 亡者意義就是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 今天的話你就要了解 就是對你的下一代你要開始要做一個思想上的改革 改變 當我們強調柏拉圖的系統性哲學其實是在創造一種規範性 當我們在說柏拉圖的系統性哲學其實是系統化了我們原有的欲望、傾向、認知等等這些 那麼當這個我們說到柏拉圖哲學裡面的一個基本上的一個認知是思想的時候 就我們非常強調那個心靈的力量 心靈的力量 我是不曉得你們對於這個心的認知 我這個心靈的認知是神來之筆 寫到這個投影片的時候想到王耀明的心血了 想到這個部分 因為這個確實是唯心論 這個當然是比較屬於深入的一個討論 不過從這個脈絡當中你就可以了解到 所以可以對感知自行進行理性管控 得到屬於另外一個世界的知識 所以我剛剛第一堂課講到純天理去人慾的時候 很多同學在問說這個天理跟人慾之間 到底是不是一個絕對的衝突狀態 那當然不是 但是它是一個管控的關係 就是腦袋管著身體 是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那麼得到的是另外一個完美世界的知識 才稱之為知識 另外一個世界是完美的世界 其中事物都是理想 像人的靈魂一樣 因為它沒有慾望 所以就是比較受到的這個理想 而不是受到這個肉體的限制 接下來的話就是要強調我們一開始 經常強調對柏拉圖來講數學的例子 數學提供了一個具體的說明 形式的知識解釋了為什麼 解釋了為什麼理解的對象 數學理解對象是完美的 而感知的這個對象必然是有缺陷的 這個我們一開始已經提到過 跟大家說明了 好 我底下的話要一個圖解 講解這個數學的這個例子 它的重要性 大家先看一下 這個稍微有一點複雜 不過這個是柏拉圖自己在共和理想國裡面 所提供的一個例子 來解釋它的整個系統 這個是這樣子 就是我們現在分 就是說人的這個認知能力是從A到B 是最寬廣的 人是 知識可以分成這個AB 那這個AC的話是感官知識 用感官知覺可以察覺的 就是AC 有C在中間 那C跟B的話是屬於人的思想者世界 就是這樣 就是中間畫一個點 這個是感官知覺 然後這個的話是思想 這個同學們就知道了 就是思想的部分是我們使得 我們感官知覺成為可能的基礎 會不會太複雜 太複雜就不要講了 不講的話就去發問 還是說我先把它簡單的說一下 不會太複雜 但是這裡頭講到C這個點在中間選一個 A跟B是所有我們認知的 包含鬼故事 所有你能夠想到的 通通都有 還包含你的數學能力什麼 通通在這裡 在C畫的一點的話 就是這邊是感官知覺裡面察覺的東西 感官可以察覺到 像同學穿黑色的衣服 藍色的衣服 穿這個暗紅色的衣服等等等等 這是感官知覺 然後C跟B的話是思想中的 思想中的 我腦袋在想的東西 這一切的想法 所以A跟B是所有知識的可能範圍 可能範圍 然後AC是所有感知的可能範圍 CB是所有理解的可能範圍 然後ADAD 這個最前面的 AD是所有感知中全民想像沒有任何實際的範圍 人頭馬 狗頭豬 暴頭龍這些 想像的 完全是想像的 想像的 沒有任何實質的東西 比如說人面失聲像是想像的 這個叫做AD 那DC的話 所有使得感官知識成為可能的經驗世界 適合於感官知識察覺的範圍 比如說水之液體 空氣 氣體 固體 或者等等等等 這些感官知覺 它有實質 但摸出來的話可以被抽象化的東西 然後C後面E 所有使得理解成為所依附的功力假設 比如說幾何學的功力 什麼是數學呢? 數學就是他講了半天其實 他講的一個重點就是數學就是我們先要有功力 兩點之間最近的距離是直線 然後在這個功力的假設下 他說只要大家都取得了最高的共識以後 推理出來的東西 這個我們叫做CE 幾何學的功力使得大家 就是我們先假設它為真來推理 那最難得的是EB 就是ABCDE EB是什麼? EB是 請大家注意一下 我一個字一個字唸 讓大家了解 所有使得理解成為可能的範圍 這個就複雜了 So understanding So how come that you understand that finally you are two people who love each other? 所以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Aha Well I didn't understand until I become realized 這種觀念是讓理解成為可能的 比如說同學們對我這種感覺 就是Aha Well 就這種感覺 就突然靈光乍現 不是春光乍現 靈光 就好像畫漫畫的腦袋畫了一個電燈泡一樣 就有個光照進來 突然理解了 使得理解成為可能的範圍 那這個理解是知識的真實基礎 所以同學們要了解到目前為止 你們還沒碰到知識 因為你們通過了一個聯考 但是什麼呢? 比如說聯考裡面考了東西 假如說100年後 200年後 人工智慧可以開刀 那醫生會不會試驗呢? 答案是背誦的部分可能不需要了 但是在理解的部分可能變成跟以往一樣重要 理解 比如說你要懂一件事情 舉一個例子 什麼叫理解成為可能 就一般人來講都有 比如說你拿一個手機 你第一次接觸一個手機 裡面很多鍵盤 現在手機非常複雜 我是差不多一年多以前才剛換的 我去換手機的時候 那個賣手機國人大喊一聲 這個大喊一聲說 哇 你二十幾年來從來沒有買過手機 就是用舊式的 他非常驚訝 然後我說我有恐懼感 因為那裡面操作起來很複雜 然後他跟我講 他說你要了解手機的操作 唯一的方法就是 你一直不斷地從錯誤中學習 一直不斷地從錯誤中學習 學習到什麼呢? 學習到你理解這些錯誤變得不存在了 人機一體了 你的手指頭跟你的手機結合成為一體 你一摸就是對的 怎麼摸都對的 你一摸不對你就知道是錯誤的 這個時候的話你的理解才會生效 這個手機對你來講就不是外在物 而變成你生活中的indispensable 就是不可或缺的事物 所以我才突然發覺說原來理解是最重要的 給我一台我都不一定想要 送我我都不要 後來我就慢慢慢慢才了解 所以說這個所有使得理解成為可能的範圍 像知識的真實基礎 道理就在這裡 就是說同學們來到大學裡頭考試進來 但你再開始學習理解 怎麼樣讓理解成為可能? 理解成為可能 那麼而且這個知識真實基礎 使得哲學成為理解的對象 而哲學成為可能 這個是很重要 我特別把這個標題提出來 就是同學們可能會覺得說奇怪 這個人的知識哪有這麼多複雜範圍 我用口述一遍給大家聽 因為我太熟了 就是我們所有認知的範圍就是AB 那中間畫個C C的話一個是感觀 一個是思想 感觀的部分是AC 思想部分是CB 那AC的部分的話 感觀部分分兩種 一種是有真實觸摸到實際情況的 還有一種是全憑想像的 所以AD是全憑想像的 但是DC的話是感觀成可能的經驗世界 那這個從C到1 就是AC就從中間的話 從這個CE在中間 就是C跟B中間的話 1作為一個中句點 數學也只是先預設什麼叫公理 然後開始推理 但是真正使得數學這個推理成為可能的 那個部分是最神秘的部分叫EB 那個部分很神秘就是 但是確實是我們在認知事物體會事物的道理中 應該發揚的部分 而且最可貴的是每個人都有 只是你要不要善用它而已 有一些人的話天生 你想想看天生記憶力好 推理能力好 數學一定好 公式不用被瞄一眼就知道 但是有一種人 有一種人會理解突然會想到說 我們活在這個世界上時間是相對的 空間也是相對的 整個運動是相對的 所以如果都是相對的話 他們是應該集結為一個共同的一個相對性的存在 那相對於什麼而存在的 那這種的想法的能力 這種想像的能力 應用數學來解釋這種想像 這種只有靠EB 所以這種情況之間的關係是 大家請記住C在中間ABCD 然後D在中間E在中間 意思也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知識之間的高低區分 代表知識能夠與感知分享真實 這是A 知識 就是AC相較於CB而是C在中間 比較沒有價值 記住 如果AC相較於這個BC比較沒有價值 我可以大家看一下這個圖 大家就知道了 就是這個是膽觀 CB是思想 所以AC比較沒有價值 其他情況都是完全一樣 只有EB是最特別的 EB是什麼呢? 就是EB是什麼這個問題 是哲學問題 就是大家會使得你了解想到事情 能夠解釋它 不是數學問題 數學問題是有答案的 哲學問題是沒有答案的 你的想是持續的想法 那麼CE成為知識對象的原因 是在於這個範圍內對知識所做的假設 這個假設不是真理 而是模仿真理的理想化 叫公理 Aximum 做出這個假設的基礎在於EB 就是說為什麼我們會想出一個公理 然後把它形塑成為一個知識的一個架構 同學們我知道上哲學課這個講到這種結構有一點複雜 同學們會覺得說老師你有完沒完 我講完了 我把這個同影片留下來 但是我知道這個是一個很難的挑戰 但是對我課程來講我只有一個目的 我這個目的告訴大家 EB的部分是我們永遠沒有辦法完完全全掌握的部分 而這個部分不但是我們知識來源 也是我們懷疑的來源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完全掌握 那我接下來跟大家簡單的介紹一下 對於柏拉圖進行最重要批判的代表人物 亞里斯多德 有一句有名話叫無愛無私 無根愛真理 講柏拉圖的時候不能夠講到系統講完嘎然而止 因為對於班上少數心有靈犀的人 他會中毒 他會中毒 他會相信 我在宣教 宣一種哲學教 大多數人覺得嗤之以鼻 覺得老師你放心吧 哲學這個學科我們根本就是被破來上課的 我們根本沒興趣 但是有一些人他讀完柏拉圖系統他會發覺無懈可擊 確實是有道理 就有班上同學就是有這種情況 那這種情況在同學身上 我已經看出來有一些人已經慢慢慢慢出現這種興趣 他自己會讀 自己會看 所以講到無愛無私 無根愛真理的亞里斯多德 對我們是有幫助的 我很簡單的稍微介紹一下 讓大家可以了解我所要強調的部分 這個圖形就不講了 其實雖然說是無愛無私 無根愛真理 而且事實上柏拉圖的系統跟亞里斯多德系統 也相似的部分很多 但在體系上不太一樣 那麼柏拉圖他強調的真實 亞里斯多德強調經驗中的適當性 所以剛剛在問到同學們有關於思想跟現實感覺的時候 並沒有 我並沒有告訴同學說 哪一個答案是比較正確的 就是要替亞里斯多德的系統留下一些伏筆 留下一些伏筆 因為確實是 就是說對於大家來講 但是我必須強調傳統上 柏拉圖的系統是比較具有說服力的 傳統上 為什麼呢? 因為你在經驗的認知到了一段時間你會發覺 在經驗的認知上來講 你發覺沒有辦法滿足那種自我提升的慾望 因為經驗的內容就放在眼前 所以對於亞里斯多德來講 他要用一種方法 就是科學的方法 我們講到亞里斯多德 其實講到古代科學的起源 古代科學起源的運用方式跟我們今天講的 其實還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 但是這個相似的部分 因為科學教育在17世紀、18世紀科學革命以後 有一些基本上的改變 但是我們從哲學的角度來講 主要是在強調經驗論的這個部分 所以說亞里斯多德其實也在回答蘇格拉底的問題 我們能不能夠擁有知識 所以它是一個實在論對抗微信論的問題 那麼我要強調的重點是 我今天在介紹柏拉圖哲學的時候 花了很多時間跟大家在解釋蘇格拉底所說的 就是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什麼都不知道這句話 可是柏拉圖認為我所有知道的都是理性的造謠結果 這個等於也就是說因為理性可以持續討論 也等於說了一樣東西 但亞里斯多德他對於蘇格拉底的這個觀念 有一點轉變 他不是說什麼我們真的不知道 他說蘇格拉底不是在宣稱我什麼都不知道 而是假稱Pretend 其實什麼呢? 其實我們可以知 但是不必否定感官知覺 因為他們的內容也還有知識 請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說我們關鍵是在哪裡? 關鍵是說我們要有一個基礎 這個基礎是約定的 就像數學道理一樣 我們有個公理作為一個整個理論的系統 但是這個基礎是約定的 所以說這個東西 對於這個我們在整個討論到事物的時候 我覺得當你看到了柏拉圖系統 他很強調規範性以外 在遇到亞里斯多德的系統後 你就可以注意到 其實人本身雖然對於知識的追求是無止無盡的 人對知識的追求是無止無盡的 但是他必須要承認他的限制 人的限制是什麼呢? 他就沒有辦法擁有完美的知識 這個是一個必然的事實吧 所以也因為這個緣故 也因為這個緣故的話 我們就可以了解到 這個約定俗成的經驗基礎下 可以擁有知識論 所以說如果是這樣子的情況下 亞里斯多德所接受的知識論 但是他將這個知識論融合在常識之中 所以說請同學注意一下這個常識這兩個字的概念 這個觀念非常重要 簡單地告訴大家就是說 希望同學們了解知識是一個很嚴肅的字 知識就要有證明它為真的責任 這個義務這個知識 你說I know的 但是我相信或是我常識般的可以感覺得到 講到常識這個意義就不一樣了 這個知識論的意義它就是很不一樣了 就是它的一個常識 所以說強調知識的分類 這個知識的分類當中 我們有生產的知識 繪畫跟建築是生產的知識 那麼我們有實踐的知識 就是倫理跟政治 所以同學們可以了解到 同學們可以了解到 知識有很多種分類不太一樣 比如說我們現在強調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我一直用這個亞里斯多德分類 然後來面對情況 我認為做道德判斷的知識能力 跟做演算數學的知識能力 還有跟畫畫的能力 還有建築設計的能力 我認為他們的能力嚴格來講其實不太一樣 其中我們在講說道德的 或是政治領域中所需要的知識 所以我們現在整體社會中出現了一種 我又不曉得算不算錯覺或是種錯誤 在這個知識的能力上的應用有一種區別 我現在要強調的一個重點 就是柏拉圖的知識是一種思想上的 是一大塊的 沒有分別的 真的或是假的 只能真不能假 比較嚴格 亞里斯多德不一樣 亞里斯多德強調經驗 強調經驗的本質 也因為這個經驗的本質 所以他很明確地區分出來經驗有不一樣的經驗 那我現在強調呢 比方說我認為數學能力好的人 我覺得他的記憶力好 推理能力好 這種人的腦袋好像被上帝可以穩了一下 有這種感覺 讓人很 就班上的同學就有這樣的人 可是還有一種能力我 因為我太太在博物館工作 我們家接觸的 我以前在歐洲讀書碰到過很多藝術家 我們學校裡頭沒有藝術學院 所以我覺得好還是壞 我不曉得 但是大致上是好的 就台大沒有藝術學院 沒有畫畫的 沒有藝術家 沒有藝術家的老師是非常 讓我們的整個區分上來講是很直接的 我要強調是藝術在我們學校是沒有的 但是藝術家這種人他是另外一種 他是手被上帝聞過的 你如果常跟藝術家接觸建築師 因為我以前在東海教書了10年 我跟藝術家接觸的機會多 我發覺他們真的無論在思想、在本質、在人格 真的都不太一樣 真的都不太一樣 而且我覺得跟其他的因素 因為我們在整個學院的傳統當中 比較這兩種人 藝術家跟數學家或是數學好的人 他們差距非常大 差距非常大 但是我覺得對於他們來講那個創意的來源 就是那個creativity 他們重視的程度 我發覺這是我個人偏見 數學好的人對於創意這件事情沒興趣 尤其是工程師 對於有創意這件事情來講 I'm very creative 就是設計 因為以前的話就討論到 就是以前就是討論到東海建築系跟成大建築系 就講說一個蓋出來的房子很漂亮 但是會漏雨 另外一個蓋出來的房子不一定好看 但是很實用 這哪個系幹哪個房子隨便你們去拆了 我沒意見 但是我那個時候就會注意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工程師跟藝術家的差別其實在這裡 就是一個會強調造型 但是我確實打從心底認為這兩種都叫知識 所以亞里斯多德的偉大就在於分類 所以他這裡面分類就是有生產的知識 實踐的知識 理論的知識 像自然科學 數學 神學 到神學 它自然科學這對象是可以分別跟變化的 這是他強調的自然科學 就是會變 但是它是可以分別 然後數學對象不可以分 也不會變化的 然後神學的話 它是對象可以分別 但是不變化 就是說講到那個神學 亞里斯多德講的神學 不是我們講的基督教的神學 而是講說有一種本身來講 它是像形上學一樣的東西 就是要講的東西就是有一種預設出來的 所以就是這個整個來講最重要 對亞里斯多德來講 追求知識過程就是展示apotexis 大家可以大概考慮記住這個字 就是經驗確定性的過程 確定經驗apotexis 經驗確定性就是這整個一個過程 所以對於這個經驗確定性 追求絕對基礎的觀念是過於極端的想法 這是 這個是這句話說柏拉圖太極端了 因為我們對於知識的認知 是一種科學的認知 所以我覺得讀亞里斯多德的科學觀 好處是你發覺科學不但不必是真理 而且科學一定不是真理 為什麼呢? 因為柏拉圖也好 亞里斯多德也好 認為人的知識要不斷地追求進步 所以科學不可能是絕對的真理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認知 那麼約定的知識基礎就是足夠的 也是唯一的 為什麼呢? 因為世界的秩序是給定的 致命的跟不變的 就是說這個意思是說世界只有一個 自然只有一個 是讓我們調查的 讓我們去了解的 舉個例子 如果說我也是看了那個 National Geography裡面提到的 愛因斯坦傳裡面一句話 就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候 出現了一種人叫無神論者 無神論者的觀點認為其實沒有上帝 無神論者觀點就是沒有上帝 但是整個生活中只有自然 只有自然 而這自然存在就是一種經驗上 能夠察覺到的結果 並不是什麼 因為我們察覺不到創造 但是我們才察覺到現狀 結果這個 因為這個安因斯坦把這兩種觀點結合在一起 後來他變得非常的相信上帝 就是以色列建國安因斯坦都跑到美國去募款 這個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強調說他說把上帝想成自然有一個好處 就是因為自然會創造自然 就是自然創造不創造自然就是我們看到自然 那麼如果宇宙就是上帝 上帝就是自然 宇宙就是自然的話 我們就可以發現 從發現、調查、研究自然 來了解宇宙也順便可以了解上帝 就是不管你叫他什麼名字都不重要 重要是你可以持續地發現、進步、了解他 那這個觀點我在看的時候 然後我就想到說其實從亞里斯多德的觀點來講 他講的也就是這個觀點 就是說因為自然是一個 自然是一個 然後我們用我們約定俗成的理論 約定俗成的理論來假設自然是這樣子 然後經過了檢驗發覺這個理論是對的 我們就開始用 用、用、用、用到什麼 用到這個理論被用到出錯了 好了 那為什麼出錯呢? 因為自然只有這一個 而理論是我們附加上去的一個表徵 所以這個附加上去的表徵在小的範圍內用是可以的 但是擴大了就不行了 所以換言之的話 沒有透過理論發生錯誤 你就不可能知道這個世界、這個自然、這個宇宙到底有多大 所以嘗試錯誤變成了一種 所以對於亞里斯多德來講 蘇格拉的那句話說 我什麼都不知道的這種懷疑論的說法 並不是真的要求懷疑論 而是說要求我們不斷地要找尋知識 不斷地研究、不斷地發展 所以換而言之的話 所有的科學到目前為止它都有可能出錯 而且這件事情 不但是真實而且是值得慶賀的 關鍵是你要能夠證明人家不是真的 是假的 關鍵就是 所以說我們對於科學的態度 也應該是維持這種態度的這樣子的一個精神 所以我為什麼會這樣子講呢? 因為這個我自己在台大上科學哲學課的時候 就受到這個觀念的影響很深 就是科學哲學這個領域原來在17世紀出現牛頓以後 很多人都認為哲學沒用了 哲學沒用了 因為牛頓理論好像絕對空間、絕對時間、絕對運動都已經解釋了一切 但是出現了一個很大的一個差別 什麼差別呢? 就是安斯坦的理論顛覆了牛頓的理論 使得整個20世紀初的這個科學發展的哲學意味 涉及到說舊的理論可以被推翻 方法論的問題又整個慢慢恢復起來 所以說我在這邊跟大家解釋一下 那麼所以面對每一個人都會針對自然做不同的判斷 那麼亞里斯多德將這些不同的判斷 視作人類調查自然的變然結果 這些結果就是普遍的信念 存在普遍信念中的不同用來釐清哲學家無法做決定的問題 並且在解決問題上佔據更佳的位置 所以說我們後來都是以一種科學方法論的態度 來看亞里斯多德 而是用 不會用這個哲學家的一個態度 所以亞里斯多德哲學系統建築結合觀察跟理解 他們的結合正成了自然透過觀察 所歸納出來的普遍原則 也導向了亞里斯多德科學的起點 那這個就是大致上的一個認知的一個結果 所以我在最後這邊提出了六七張投影片 我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亞里斯多德是回歸到我們的經驗內容 然後作為知識上的分類 來告訴我們一些科學基本的原則 運用到邏輯 運用到歸納法 運用到演繹法 然後來了解 我們透過方法來整理我們的經驗 那這個討論到這兩位人士的一個觀念的話 對於柏拉圖來講我覺得今天講得比較多 大家比較清楚 就是柏拉圖的系統告訴我們 想要了解真理必須要透過思想 真實來自於思想 亞里斯多德的話告訴我們人是有限制的 所以約定俗成的經驗基礎 是使得一切為真的本質 也就這樣子 多了也沒有 那我們現在稱這個求真的事業叫科學 那這個科學這個字是來自於這個亞里斯多德定義 那我最後跟大家講一關 然後讓大家稍微看看有沒有問題 因為今天講這兩樣東西 就是說三唐克把柏拉圖講到亞里斯多德 其實不容易 但是我要跟大家強調就是說 科學這個字在希臘文 沙斯亞是拉丁文 在希臘文是epistema epistema這個字 像我們有個字我剛剛常常強調說知識論 英文叫theor of knowledge 那是一般的口語 實際上它的一個字就是 把邏輯跟epistema結合叫epistemology 你再Google一下就知道這個字很難很難 epistemology一般正常人 而不是說正常人 一般就是說普通學英文 連這個字怎麼唸都唸不出來 因為希臘字已經夠複雜了 把兩個希臘字結合在一起 不過這個並不是什麼 我最主要是告訴大家說 亞里斯多德用一種 明知其不可為而為的心情 來發現知識 那他稱這個知識就是epistema 這個知識到了拉丁文的時代 羅馬帝國時代叫科學 而科學裡面的含義 並不包含它是絕對真理 我只有這一條 就是說當你強調科學的時候 你可以大方地告訴人家 即使得了諾貝爾獎 也並不代表你擁有絕對真理 這句話很有很有氣質 很有水準 就是說沒有一個科學家會在得獎以後說 Therefore I know everything 除了那個只剩下身體 只剩下大腦沒有身體的那個 Steven Hawking 他會說這個哲學死掉了 就是他們正在期待 如果他講的前提是 如果我們發明了theory of everything 那哲學就沒有用 這個假設下是有一點這個 當然跟我們校正 不過他講的那個道理 不是我今天要講的範圍 就是我整體來講要告訴大家 在追求知識的過程當中 最佳的典範強調規範性的 莫過於從柏拉圖到亞里斯多德 那他們所做的結論 一個是長調思想 另外是強調約定俗成的經驗價值 是這樣的一個差別 老師請問那個 就是從先出於時期到柏拉圖的思想 就感覺有點慢慢 就是會質疑感覺可能是錯的 然後思想可能都有這樣的味道 為什麼亞里斯多德會有這個信心 反過來去肯定經驗 到底是想中的對 還是摸到的對的這個問題 班上同學也是一半一半 你好像是摸到的對 對不對 就是經驗中的內容是對的 剛剛那邊那一排 好像你們幾個連續下來 都是想中的比較對 我沒記錯話 所以換言之一開始人就有這兩種 都有可能對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二選一選擇一個說經驗完全錯誤 只有思想才是對的 那有一點交往過正 所以亞里斯多德對柏拉圖的批判 所以我一開始講的第一句話 你回頭看那個講義就是說 他們的系統的主要內容是很相似的 但是唯一的差別是經驗不容許我們否定他 就這麼簡單 就是換言之你的想法比較亞里斯多德的 是這個意思 這個也是我上哲學課有一個習慣 現在先跟大家同學講一下 我跟大家一開始說過 但是大家沒有注意到 我哲學課有習慣就是說 我一定要講讓你心中就是有一種有感覺 要認知的感覺 就你不學哲學也知道是這樣子 我們上通知教育的哲學課不能夠說 請同學先把什麼柏拉圖的書 亞里斯多德的書讀一遍 讀完以後我們才可以來上課 我覺得很難 而且這個沒辦法 但是我要講一種你比較有感覺的東西 沒有讀書以前你就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 比如說像我們班上有同學我沒有 我不好意思問說認為思想的跟 那個同學就提到說思想的跟感覺經驗的好像都對 對不對 你就剛剛也講好像都對 那我說全部都對嗎 好像又不是全部都對 有一些想的東西只有想像沒有事實 有一些事實的話學而不思則往思而不學則代 好像也有道理 大家都也可以知道是有這樣的一個區別 就是說你本來就已經有這個問題 我只是說你這個問題不新鮮 新鮮的是哲學家老早就回答過這個問題 就是我感覺實際上是說人的 我相信的是人的思想真相學者的方法 我比較相信這個 但是我覺得因為不同的人 他就有這個不同的那個想法 想法 對啊 所以說比如說兩個人 兩個人想的又不一樣 那怎麼說哪個都不一樣 所以胡思亂想當然每個人就想法不一樣 但是這也是說明柏拉圖認為數學的思考 是有客觀性的 所以講來講去他都是講數學的思考 不是在講其他的 懂嗎? 是講這個意思 不是講那種思想 因為思想是要講方法的 要有具體的、客觀性的 思想的東西 舉個例子來講 你想一想就會發覺 比如說一個最簡單的道理 講真就是數學 講善的話就講說極所不欲勿施於人 這句話講起來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他有他的思想中的邏輯性 對不對 你不要東西就不要給別人 那你別人不要東西也不能給你 公平 善就是正義的原則 美的話就是你要做一個判斷上來講 你要超越生活的經驗的世界 這個都是有客觀的 那善當然都是有客觀性的 所以這些客觀性 只有透過思想才能夠掌握這樣的道理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想請問問一下 要說給你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應該是否居然 廠面